已经开始录屏了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 这次分享的活动 我看人数还不少 有差不多60人 我是从6月份搬到 从蒙特利尔搬多伦多 我在蒙特利尔生活了14年 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然后在蒙特利尔结婚生子 然后创业 所以大部分的青春和 过去的十几年 都是在蒙特利尔度过的 今天我们就植入主题 先讲一下 就是讲一下 我们这次分享的内容 是蒙特利尔搬家多伦多 中小学教育的选择 分享就是我自己来做分享 那么在分享结束之后 我太太她也会根据 作为她作为一个母亲 或者她作为一个妈妈 她对于我们家孩子 过来之后的一些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这些不同人的感受 可能会帮助大家了解 这边的生活 包括这边的孩子 未来的选择 我想知道大家是否都能看到 这个PPT现在 可以的 都可以 好 谢谢 那我开始了 怎么全屏 我基本上今天晚上的分享大纲呢 一共是五个总 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比较一下 蒙特利尔和多伦多 中小学的区别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 从学质上面的区别 入学条件上一些区别 第二呢 我会概述一下多伦多的学区 因为多伦多比较大 不像蒙特利尔 我们可能就是岛内岛外 大家一般来说 就是相对来说 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学区 但是在多伦多 它的学区分的比较 比较详细 而且每个区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然后第三个部分 我们会分享蒙特利尔到多伦多学校的一些选择 这个也是我个人感受 就是我是从蒙特利尔搬过来 我们家一个上幼儿园 一个上学前班的 一个上在蒙特利尔上六年 上那个小学上中学的 那么他们过来之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第四个部分呢 是多伦多中小学项目的一些介绍 因为我相信很多蒙特利尔的家长 就听说过 GIFT的项目 什么天才班啊 或者APIB这些项目 那其实有些家长我相信比我更加了解这些项目 但是呢 我今天是给大家做一个概述 就基本上把一些比较常见的 我们比较华人比较关注的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最后呢 就是总结和问答环节 如果在过程中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我也欢迎大家把这个发到这个留言区 就是不是有chat这个功能吗 发到留言区 这样的话 我结束之后 我也会按顺序给大家做一些答复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了 先说一下中小学的对比啊 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这两个城市 一个是加拿大第二大城市 一个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 蒙特利尔这边呢 我们都知道9月30号截止日期 如果你是孩子在9月30号之前 那么你就可以上今年的这个学校 如果是10月30号 或者更在9月30号和10月31号之间 那么你只能上下一年的学期 所以这个是蒙特利尔和多伦多比较大的一个区别之一 在多伦多呢是12月31号为截止日期 也就是说你上小学或上学前班 是只要是12月31号之前的 都能是符合今年这个年龄去上学前班的 他俩的学前班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四岁到五岁啊 然后在蒙特利尔的话 会上两年 多伦多呢 大部分地方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四岁的是junior的kindergarten 五岁的是senior kindergarten 小学阶段呢 在蒙特利尔是一到六年级 我女儿呢 实际就是在蒙特利尔上完了六年级 正准备上七年级的时候 正准备在蒙特利尔上中学的时候 搬到了多伦多 也就是今年 但是呢 他到了多伦多之后 就变成了小学七年级 因为在多伦多 大部分学校都是 就是整体的划分 就是一到八年级为小学阶段 所以如果你是在蒙特利尔的 七年级和八年级的话 那么到了多伦多 你就会变成小学的七到八年级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在蒙特利尔我们会面临 比如说小生初这个考试 这也是在蒙特利尔 大家家长都很关注的一个考试 在多伦多不存在这个问题 基本上 你一到八年级上完之后 上中学就可以了 中学的话 有些中学有考试 有些中学没有考试 这个后面我再细讲 第二 然后我们说中学 中学的话 大家都知道蒙特利尔是七到十一年级 十一年级结束之后 会有两年的CJAP CJAP这个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大学预科班 在蒙特利尔呢 很多家长都会 刚来的时候不太理解 但是现在我相信 在座的很多家长 也比我更清楚CJAP是什么 就是大学预科 它实际是 我们可以理解为 它用了一个十二年级 再加上一个大学一年级 所以呢 它是两年的课程 那么CJAP毕业之后呢 可以上到大学 很多本科项目呢 你就可以上大学的二年级了 就相当于省去了一年 实际呢 在多伦多包括蒙特利尔以外 就是魁北克以外的 所有的加拿大省份里面 都是没有CJAP的存在的 那么在多伦多和其他的省份 都是中学九到十二年级 当然了 也有一些小学不一样的分法 但是一般都是上到十二年级结束 所以说十二年级之后呢 就是进入大学 这是中小学的一个 在学制上的一个区别 然后我们分享一下 多伦多这个学区的一个概述 在多伦多 因为多伦多实际 我们经常说的多伦多呢 是大多地区 大多地区主要分为五个区域啊 我们从西往东说 那最西面的叫哈尔顿 这个图片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扫描这个公众号 然后回复GTA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图片的完整版 清晰版啊 这个上面可能看的不是非常清楚 基本上在Houghton这个区呢 华人比较关注的是Ockville 这个城市 它是19万的人口 那Ockville呢 华人关注也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教育资源比较丰富 第二个区呢 就皮尔区 皮尔区实际包括三个城市 密西沙加呢 是我们经常听说过 是IT比较 就是在IT行业 比较 大家比较认可的 或者是很多IT的公司也在这边 包括多伦多的这个机场也在这边 所以很多运输公司 IT公司都在这边 密西沙加 这是这是皮尔区 然后我们说到 蓝色这个部分叫约克区 约克区也是我现在生活这个区啊 约克区实际是 它有九个城市构成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熟悉的可能是万锦 列治文山 这些比较熟悉的 或者有些人熟悉的是 纽马克的或者 这些学区 这些华人比较熟悉的学区 主要是原因就是学区比较好 它相对来说 有一些好的教育资源 然后我们说的是都汉 都汉们这个学区 这个区域的划分呢 是在大多的最东面 它基本上是包括 Pickening啊 White Bay啊 这些城市 那实际是在多伦多的比较靠东的部分了 然后我们最后说到就是 City of Toronto City of Toronto 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多伦多 那多伦多这个区大区的划分呢 它实际在整个多伦多地区呢 学区划分就是分为这五个 这也是它的行政划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多伦多 这个本地的话 教育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那七七除了多伦多之外 华人比较关注的学区 一个是Oakville 一个是密室密西西亚甲 或者是万锦和劣志文山 这是华人相对比较关注的 当然也有不同的选择 有人会选去其他的一些城市 也都有一些不错的选择 只是每个人的侧动点 可能不是完全一样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这个地图呢 我实际这个地图是我自己 地图是当然是从网上找到的 但是我是把它做了一个 全部的中文翻译 可能有的时候华人 咱们有些朋友 可能英语不是很好 那你说起哪个城市啊 比如说你说旺市是哪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是哪里 就是我都做好了翻译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是多伦多的学区的一个概述 不好意思 我这个地图是做了一个链接过去 然后我们讲一下多伦多到就蒙特利尔 从蒙特利尔搬交到多伦多的一些学校的选择 在蒙特利尔呢 我们知道在蒙特利尔那边的学校 大家比我应该是比我更清楚的 有什么样的中学小学 我们现在主要讲多伦多这边 这个列表里面写的都是英语的学校 法语的学校和私立学校 我们先说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呢 数量也不少1570多个 那这些学校包括法语学校 包括英语学校 有一些私立学校呢 他有中小学的教育 但是呢很多人从蒙特利尔过来呢 来到多伦多并不一定选择私立学校 原因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在多伦多的 这些公立学校首先选择很多 其次呢公立学校 一些优质的公立学校 他的教学水平也很高 并不一定 就是私立学校当然也有他的优势啊 比如说他会有更丰富的一些活动 或者有可能学校管的比较严格 这些是私立学校可以看到的一些优势 但是呢大部分人 同样私立学校在蒙特利尔 可能相对来说便宜一些啊 我们不说顶私啊 那五六万的顶私 咱们就常见大大多数人去的 比如说审案呢 或者breed birth啊 这些学校呢 私立学校都是基本上学费 就是一万两万就打住了 但是在多伦多这边呢 最便宜的私立的话 应该是两万多起 那么三万多的才能是算是还可以的私立 所以说私立学校一个是要考试才能入学 另外一个这边的学费私立学校也比较贵 所以很多时候蒙特利尔过来的 朋友们就不会选择私立学校 包括我个人我也选择公立学校 然后这里有一个链接啊 这个链接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个最后的PPT我也会给大家一个链接 可以去看到这个PPT 实际在我个人网站上都有 这个链接就是把这个多伦多所有的大多地区 所有的这种私立学校都列出来了 其实是安省了 你可以看它具体 它会有那个学区的划分 它属于哪个城市 然后它有哪些项目 我们都可以去看 然后说回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英语学校和法语学校 我们说的英语学校和法语学校就两类 就像蒙特利尔一样的 蒙特利尔也有什么法语教育局 英语教育局 那么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边呢也有法语学校 法语学校这些455所法语学校 包括350所小学和105所中学 这个数据都是从这个官方的数据查过来的 那么它这些法语学校就是说授课 不是法语 所有的授课都是法语 然后英语学校呢 我们这边的英语学校在整个安省啊 我们现在说的是安省 不是大多地区了 安省一共有4800所英语学校 甚至更多 那么它为什么说小学是小学家 中学家呢 实际它也是不断增长和改变的 因为有时候建立个新区 它就会做出一些新的小学 当然了比较新的小学在一些排名上 就不会看到它的排名 因为它并没有比较新的一些信息出来 然后我们接着讲蒙特利尔到多伦多学校的选择 就英语学校呢 我之所以先讲英语学校 因为法语学校是这样 如果你从蒙特利尔来到了多伦多 你还上一个纯法语的学校 那是一种选择 但是我身边包括我自己 超过95%的 超过90%的家长选择的都是英语学校的法语项目 或者是英语学校的英语项目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也会讲英语学校的这些项目 那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把法语这个项目列出来 因为针对于蒙特利尔搬到多伦多的选择 那我们都会关注孩子来了之后的法语是什么情况 有什么样的选择 其实在这个多伦多的教育 教育局他也会把各种的信息都列出来 主要分为三类的法语 第一类法语我们叫Core French 这个法语呢 就是只是法语就是一门课 就是像我们平时说的在蒙特利尔 比如说你在法语学校里面 就是英语这么一门课 就这么一门课而已 所以叫Core French 就是一门课 第二种呢 Extended French 这种呢是有一门课 或者至少一门其他学科用法语教学 实际这种教学方式呢 可能小学的时候有25%以上的语言 可能是用法语 我们说的25%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你如果有有四门课 你可能有一门课是法语 但是一般小学来说有八到十门课 那可能有两门课 是一门除了法语之外 还有另外一门课是用法语教学的 所以这个Extended French 就稍微法语多一点点 他中学阶段呢 他会法语占七分 就是他修学分的嘛 然后四分就是法语 作为第二外语 另外三分是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这个项目呢 实际我知道 我身边的朋友并没有去真正去参与过 因为这个项目有一点少的可怜 就是他并不能真让你的孩子 能保留你的法语 甚至就说哪怕最低的 最低限度的保留就比较难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 今天说的重点 就是French Immersion 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什么是法语进入式 法语进入式呢 实际就是在英语学校下面的一个法语项目 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不同的项目 比如说IB 这也是一个项目 比如说AP 它也是一个项目 那French Immersion FI 它也是一个法语进入式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特点就在于培养孩子的法语能力 当然了 从我们蒙特利尔来到多伦多的所有的小伙伴们 我们的孩子们法语基本上来到这边都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毕竟在蒙特利尔 如果你学过两年或者三年以上的法语 对于孩子来说 他们已经掌握了很好的法语基础了 那么相当于是在一个母语环境中去学习法语 来到多伦多呢 你的法语就会在班级里非常不错 绝大部分的孩子会在这都很有优势 那么说回这个小学部分 小学部分的话 50%是法语 这个说的50%只是个概念 实际的后面有个PPT 我会分享就具体它是什么样一个比例 甚至我们说的有时候 有些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 它是纯法语 也就是说在小学的前两年可能是纯法语 这样对孩子的法语的学习过程 对语言的学习过程非常好 因为他上课的纯法语的话 所有的课程都是法语的话 他这样的话 法语学的比较快 这是对于本地的孩子来说 对于我们蒙特利尔的孩子来说 这个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我们法语已经很好 然后说到中学 法语10个学分 然后有4个 French language 2nd language school 就是法语作为第二外语的4分学分 加上6分以外的 就是以法语为教学的科目 这个具体我们后面会讲 这里有一个链接 实际就是讲不同的法语项目 如果大家想看英文版的原版链接 可以在这里点击看查看 你看情况 如果东西很等的话 你开开张了 我们就讲 我们继续 然后蒙特利尔到多伦多的选择里面 我们继续讲法语进入是这一块 就是我们其实在 从蒙特利尔来到多伦多之前 我自己也做了足够的 足够的研究 我去看怎么样去保留我们孩子可能的 这个就是法语 现在已经因为我们家老大已经12岁了 法语已经是 他是在蒙特利尔生的 所以他法语就是母语的水平 我们希望尽量去保留 所以就是我相信这三个疑问大家都会有 就是第一法语是不是就前功尽弃了 然后如果孩子的英语不够好 能不能很快适应这个纯英语的教训 教育环境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孩子尽量好的保留法语 同时能用不断的提高英语 其实最后这答案我已经给出大家了 就最好的方式 我们现在总结的最好方式 也是大多数从蒙特利尔搬家过来 可能超过80%都会使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进入英语学校的法语进入式项目 那么在多伦多教育局 我们前面讲过有五个不同的教育局 这些教育局就会在不同的学前班也好 小学也好 或者到八年级几年级 他就不同的一个法语的分布 比如说我们以我所在的约克区 这是我所在的约克区 所以他是从一年级开始 就是有法语了 那么他一到三年级是百分之百的法语 同样在一个学校里面 比如说你这个学校是一个英语学校 他有正常的英语的班级 他也有法语进入式的班级 如果你在法语进入式的班级 你的所有学科一年级到三年级 在约克区 在约克区 我们还是强调在约克区 因为每个区有点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在约克区一到三年级的时候 是百分之百的法语授课 所以无论你是学八门课 还是十门课 所有的课都是法语 那么这样就可以在最大限度的 在学校可以让你的法语 孩子的法语保留下来 并且可以利用他已经在 蒙特利尔有的法语优势 在这里更快的适应 当然了 放学之后下课之后 孩子们说的也都是英语 所以这个阶段来说 可以让孩子特别好 在一到三年级帮助他去过渡 同样我们家是相当于 七年级过来了 七年级过来 你看从四年级一开始 就百分之五十的法语 和百分之五十的英语 所以以我们家为例 等会我会跟你分享 在这一边我们家所在的 这一所约克区的一所 比较不错的 法语进入式学校里面 我们的孩子 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去学习不同的科目的 这个表格呢 如果你想看的话 也可以点击这个表格 到我的文章里面 因为我前面也写过 这个法语进入式教育的 一个概况和总结 所以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这个PP到时候我也给到大家 然后我就说到我们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呢 是前面我说过 是小学在蒙特利尔毕业了 然后六年级结束了 我们当时是考上了省案 然后本来是想去省案的 一个跳舞的项目 但是呢 就今年六月份 我们三月一月份就决定搬家了 所以三月份买好房子 六月份我们就搬过来了 他在那边呢 实际上的是七年级 应该是今年上七年级 那么到这边呢 在蒙特利尔应该上的是初中一年级 也就是在多伦多的小学七年级 所以现在我们孩子的英语授课的课 我们有英语课 数学课 健康课 体育课和戏剧 这是他现在所有这五门课 是用英语 纯英语授课 那么他另外五门呢 是用纯法语授课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法语 科学 历史 音乐和艺术 大家有时候会说啊 那你这个是怎么划分的 是哪个学校不一样吗 的确是啊 他这个划分呢 可能是在不同的学校有区别 而且在不同的教育局 他是怎么规定的 他没有明确写出来 这是我们自己真的是经历了 我们才知道啊 原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具体哪一个学区是什么样子 我们还要具体去学校去问一下 好吧 每个学校是有区别的 这是从蒙特利尔过来之后 我们我们家孩子的情况 现在我们就上七年级 小学七年级学这些不同的科目 孩子的感受基本上是 法语的课程对他来说太容易 的确是你想在这边再提高法语 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毕竟这边是英语为主 但是他能明显感觉到他的英语学习 有很大的提高 而且蒙特利尔的法语来这边之后 你会发现你会非常有优势 非常非常有优势 基本上你所有的法语学的学科 你都比都比你的同同学同班同学好很多 这是我们家孩子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啊 而且的确这边的孩子的法语能力来说 还是和我们蒙特利尔的母语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你说想上这边来提高法语不可能 但是你想上这边保留法语 法语进入室 是蒙特利尔班加多伦多最好的选择之一 至少现在我们看到大多数朋友也都是这样子的 我身边包括我个人也是这么选择的 我这里基本讲了一大半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是否都能听清楚啊 现在我看人数的话也上升了88人了 听清楚大家可以给我打一个符号啊 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啊 我想知道大家能听清楚和看清楚我这个PPT吗 很清楚 谢谢 好的那我继续啊 然后我们说这个多伦多中小学项目的一些介绍 其实这些项目啊很多时候在蒙特利尔也都有 只是大家可能呃华人关注的嗯 比较集中的主要是APIB这些项目 那实际我今天是给大家把这10个常见的可能我们华人会涉及到的分享出来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点击下边这个链接这是呃我利用我所在的这个大区叫约克区嘛前面讲过有5个不同的教委 那么约克区里面我们常见的呃华人比较关注的10个项目 第一个我们从这个第一个AP开始讲就是AP实际就是大学育科你可以理解成他提前修一些大学的课程呃这个你想想看详细的描述也可以每个都可以点击这个链接都会到这个详细描述我都给大家做好啊 所以这个具体的描述你都可以去了解然后我们说这个二次二次其实就常见的我们说就是艺术类的嘛呃包括有一些家长喜欢孩子做画画的专业或者有一些家长希望孩子未来成为一些什么比如说呃体操呃不说体操叫跳舞啊音乐啊这一类的其实都是归为艺术类的所以说呃艺术艺术类的院校呢会在呃每个学校的网站上也都会写出来 我是有艺术项目的我们所说的这些都是不同的项目啊呃然后这个DC呢就是双学分双学不好意思DC呢就是双学分双学分实际是他是修了嗯在你上高中的时候再修一部分college的课程也就是我们说大专课程实际呢有些孩子可能上完高中之后比如说在蒙特里也是上完高中上一个CJEP然后他就就上班了或者是他就工作了他不继续上学了那么就相当于DC呢实际是提前预修的是college的课程 的学分而AP呢我们说第一个AP呢修的是university大学的课程啊你可以是大概是这么理解但是准确的表述呢还是你自己去阅读一下英文好吧 然后EOP呢这个就是一个呃这个项目我个人说实话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就是会很多的这里我们点开看一下 基本上就叫你有一些特殊的技能这些技能都是和工作相关的这和其实和另外一个项目这个EOP和另外一个SHSHSM很像这两个项目主要是针对就业也就是说你在高中的时候如果你参加这个项目除了你正常的课程之外你还会有一些就业的技能你可以理解算不算是成人不好意思打断 其实这个就是算是一个成人教育员会不会实在对它是一个成人教育的提前修学分或者提前学习一些相关技能 就是为你直接就业用的嗯但是大部分华人可能不会选这两个项目大部分华人一般会选AP啊 IB啊这些准备考大学的项目然后我们讲到了这个French ImmersionFrench Immersion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法语进入式它也属于其中的一个项目所有这里列出的十个项目都是在大学正常受课的 这个里面额外参与的一个项目它可以和你正常的授课是并行的不是说你上了哪个项目之后就就全在那一个项目里了你同样要学该学的课程只是这些课程会让你补充你为为你未来上大学做准备或怎样好吧这个法语进入式也是一样是为了让本地的孩子毕业之后可以拿到一个法语进入式的文凭同样呢有些人他想因为毕竟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嘛虽然蒙特利尔主要是语言是法语但是在 加拿大其他城市每个城市都有法语进入式的一些项目这个是我在从蒙特利尔搬家多伦多之前我也做过不同城市的分析啊 然后我们再讲到这个GPGP是我们华人应该很多人听说过的叫天才班呃天才班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我会在下一个PPT里面跟大家分享呃什么是天才班就我的理解和我身边我知道的信息啊有有可能不是所有的信息百分百准确 但是可以给大家大概一个概念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说的这个HPA这个就是体育商我们说的体育商如果你孩子对于体育比较擅长的话那么就可以参加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对于你上大学有可能你是体育专业的我们说哎体育专业的可能未来就会有帮助 会给你能申请到比较好的大学然后我们讲的IBIB这个也是很多华人基本上是最关注的项目之一吧他是呃可以相当于是提前呃去学习一些大学相关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呢对于申请美国的大学或者出加拿以外的大学很有帮助当然对于加拿本地的本科申请呢也有一定的帮助呃最后这个IBC呢实际IBC和IB的理解我个人分不太清楚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这个链接去看一下好吧嗯大多数时候呢有IB的课程有AP的课程我还没有看到IB和IBC都有但是我理解他俩是差不太多的啊然后最后这个刚才我也讲过了这个是针对就业的一个项目如果你孩子呃比如说高中就毕业之后上完college就想就业那么也许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好我们继续下一个PPT 天才班啊这个是华人在蒙特利尔很多人都想知道天才班是什么首先我要明确的啊天才班不等于学霸就是你能进到天才班并不是你是学习最好的那个而且这个天才班的筛选呢是分两个阶段每年的11月底到12月初进行啊今年呢呃基本上现在就正在进行当中因为是10月底了吧然后呢三年级选拔然后四到十年级是上这个学就是这个项目之内就是四到十年级 十年级之后就没有了如果十年级如果你前面孩子上天才班四到十年级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你可以十年级之后你可以继续选择上什么IB啊或者AP啊或者French Emotion都可以的当然你同时选的话如果精力允许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说大家就是同时选的就是一个主要的学科和一个一个项目是这样是比较常见的啊 嗯这个天才班呢我们要分两个阶段才能入选啊第一个你要先通过这个加拿大认知测试然后这个三年级所有的学生都能参加你孩子来了你想参加都可以参加啊但是必须是本地的学生才可以参加但是你说你跨省过来是否可以直接参加这个要具体去跟学校确认然后达到要求呢进入下一轮 然后当你进入下一轮之后呢会参加一个心理测试所有这些测试呢实际都是相当于孩子一种相当于智力相关的测试这个每个阶段呢智力测试对他们来说就成绩在前2%的学生才能进入这个天才班所以这里非常想提醒大家就是无论你是第一轮比试还是第二轮的心理测试它都不涉及一些数理化的非常专业的知识点所以天才班呢不是学霸外 你进到天才班之后呢也不需要就是一旦你进去了比如三年级一旦你进去了你不需要每年都参加参加考试了你可以一直上天才班上到十年级当然了你上到十年级之后就比如说你在七中六年级七年级转学了那么你转学之后你新的学校如果有天才班也可以去上他的天才班也可以自动转过去但是我一再强调就是说天才班并不是真的只是学霸他不是说你学习好就能上 而是天才班真的是要看你有那样的潜力去呃参与这样项目所以这个项目华人会把它翻译成天才班实际老外的gift特别好就是说是是是赠予你的班相当于一个礼物你的确有了那你就有吧所以这个不要大家不要太强求啊因为很多人都想上天才班那你要孩子是这些是这样子可以而且有一些天才班的培训机构呢呃我并不太了解他具体怎么培训的但是学校给出的就是在官网上 写出来这些都是相当于你孩子原来具备的一些能力嗯好下一个我们说的Ib也就是国际文凭课程呃这个Ib呢这里我写的也比较清楚了1968年然后现在这个机构成立了然后现在不同的学校都可以授予呃全世界呢有差不多2000多所学校可以受理这种Ib的课程那么Ib的课程实际是一个完成的课完整的课程体系它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培养孩子的这种呃 判断思维能力啊包括一些对课题研究的能力所以这里我也都给大家写清楚了啊这个实际在我们呃主要的Ib课程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就是希望为孩子上大学提前做一些准备啊就是这个提前修一些大学相关的一些有关的内容学的呃就相当于入学的时候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而且我们说的这个安省的公立高中的Ib课程一般的话都只有两年也就是十一十二年所以你看到一个学校 他有Ib课程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十一十二年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学校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十一十二年所以九年级开始的Ib预科班也就是pre-Ib那么就九年级十年级呃强化一下十一年级正式进入Ib文凭的课程也就是说在Ib文凭呢实际是被全世界范围都全世界范围的大学都普遍认可不管是加拿大的不管是多伦多蒙特利尔的包括一些美国学校所以如果你希望以后孩子爬藤去美国 或者去其他国家呃上大学的话那么Ib课程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就是Ib课程呃同样啊大家有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记得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呃打出来然后这样后面我们继续的话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然后说一下apap就是非常简单就是advanced placement大学一科班也就是在十二年级的大学十二年级的修一些大学一年的课程呃这个和Ib有一些类似但是呢他他针对性更强 他就是修大学的学分修大学的课程也是培养孩子一些呃就是未来学习中大学学习中用用到一些技能和思思维的方式呃标准的Ibap的考试呢通常是每年五月份进行达到要求呢方可以入学获得大学学分的资格每所大学决定如何认可这个每个大学有自己的方式啊决定如何认可这个你完成的ip课程呃abap课程 嗯所以这个适合的学生呢可能是对一科或者多科感兴趣并且成绩突出比如说你对呃假设你是对某一个学科很感兴趣了孩子成绩不错那么学Ib学ap的话就可以把这一科在他未来可能他上大学是想做这个方向的话那就是有很大的优势了呃对Ib和ap的一个对比啊就Ib的课程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是包括了呃就整体来说他是难度相对高一些而且他在 在你毕业的时候比如说你高中毕业了你就可以获得这个Ib的文凭这个Ib文准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可以看到的大学可以看到你的Ib那ap呢相当于一门一门的考试你你考了你考过这一科那么你的学分就可以转到你大学那边了啊 嗯现在的人数还不少现在已经94人了啊 继续啊 嗯这里我们就基本上是总结了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过程啊回到上一个PPT就是说啊回到上一个PPT就是这三个GiftIb和AP实际都要考试的 但是法语进入式这个项目呢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如果你是从蒙特利尔过来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是不用考试的因为你的法语已经很有优势了来了之后呃绝大部分如果你是移民或者公民你的孩子绝大部分都可以直接入学的法语进入项目都可以直接入学但如果你是呃国际留学生那么可能有些时候你的就比如说有些学校我女儿所在的这个小学 她是整个大约克去排名第一的法语进入式他们学校不收国际留学生就如果你的孩子是国际留学生对不起学校没有这个项目就他不给国际学生所以呢具体也要看你你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呃包括你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份才能去是否能参加这些学校的不同的项目这个呢呃需要跟学校或者教委去具体的咨询所有的呃国际学生的话都要跟教委咨询如果是本地学生的话我们说移民公民的孩子 那么就可以跟学校咨询啊这是我们在从三月份过来准备过来搬家到现在我们搬过来之后这个流程我们全都走过了嗯好我把今天的这个呃PPT大概总结一下啊中小学的对比啊入学截止时间是有区别的呃在蒙特利尔是9月30号在在多伦多是10月12月31号然后学制呢蒙特利尔是一到六年级小学呃七到然后是中学然后是CJAP 在多伦多呢是一到八年级是小学然后9到12年级是中学呃这是我们对于呃中小学的对比那么学区呢我们前面讲过了私立学校也讲过了五大公校五大区五大区的公校实际就是我们最开始看到那个图片呃一共有五个校区那么实际在每一个校区里面都有自己的法语教委英语教委当然还有一个天主教教教呢天主教的教委呢我没有去具体讲因为呃呃 首先可能这个受众面相对窄一些其次呢我自己并不是非常熟悉天主教这一块当然我们群里面我们有一个搬家群吗蒙特利尔是搬家多伦多的群群里面有几位家长他们都是上的天主教的因为孩子受呃就是是一直在这种呃有信仰参加这种教会活动他们可以有有资格或者是喜欢去这样的学校啊这个对大多数可能我们普通家庭不一定普通的如果不信教的家庭可能不一定适合啊但是要具体看学校的入学要求是 是什么样子然后教育的选择我们说了法语纯法语的学校呃可以等同于呃所有东西都是法语啊这个如果从蒙特利尔过来那你在蒙特利尔学就可以了呃一定比这边的纯法语更好那么英语学校我们说的英语学校里面我们讲过了呃法语进入式的学校法语进入式学校实际来说就是呃英语再强调一遍啊法语进入式是在英语学校里面的一个法语进入式的项目 所以你在的学校一定是一个英语学校不管是小学和中学一定是英语学校好吧最后我们分享了其实三个不同的项目啊GIFT IB和AP嗯这是一个基本的总结嗯然后我非常想感谢的就是迪米啊蒙特利尔教育论坛啊帮助我们去组织这么多人一块听我这个分享啊其实我的分享很多时候都是我个人的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嘛 呃以前呃来之前我会把很多的数据去查阅去对比去思考我相信每个如果是搬家或者是给孩子选学校的家长都会这么考虑啊呃这里我也给出几个不同的链接啊这个是可以根据比如说你想去哪个地方了或者你看上一个什么房子了哎可以根据这个呃具体的地址哎找到你的学区你属于哪个学区当然你在找这个学区之间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点进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来到这个主页之后 嗯来到这之后呢实际就给你分了五大学区嘛这是我们说的多伦多五个大的学区这里对应的地图是在哪里这里也都有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呃然后这个学区呢这些链接呢就是直接导到他们的官网上了就是你可以查询哎你比如说你在约克尔区你在马尔汉你具体到时候你就可以在这里查你所在的学校是什么项目比如说我给大家查一个我们家附近的学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因为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家是约克区吗 我来到这这是约克区的项目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我随便用一个号码啊30号 然后这里选上我们在的万景区然后这是我们家的学区啊但是不是我们家的地址了看看能不能找到 啊出来了你看这是哎我你看这一个学校呢我们家孩子现在就在这上学一JK就是中约克尔加尔到八年级都可以在这里上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学校你看我们这里非常清楚的是这个蓝色的蓝色的标志浅蓝色的标志是French Immersion的小学深蓝色的是French Immersion的中学 所以如果我们想上French Immersion就可以上这个这个Frankly呢是我女儿现在上的小学 这个小学呢大家可以查一查Frankly Public School啊Frankly Street Public School是在整个大约克区法语进入是排名第一的 这个呢这个学校华人不是很关注啊特别是多伦多的华人没有那么关注但是本地的西人比较关注因为他的法语教育特别传统 而且学校一八几几年就建校了是一个老牌的名校啊然后这个就是著名的Markville 中学也就是在多伦多大多在整个整个安省它是英语学校里面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公立学校啊排名第二的公立学校 在这里呢上入学的标准和蒙特利尔不一样在哪刚才我没有讲到我刚才可能忘掉了就是在这里啊如果你想去公立学校 那么你作为本地居民只要你在这个学区之内你就可以直接入学我再强调一遍不需要考试不需要考试 你如果你在这个学区之内你就可以入学这个公立学校 比如说这个绿色的标志你看看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有有写啊这就是一个中学 Secondary我们可以说高中啊 这个高中我们家现在所在的学区就可以直接入学啊 我们只要住在这里就可以入学不像在蒙特利尔如果你在比如你在森路易斯森路易斯排名也不错在蒙特利尔那我们家实际原来就住在森路易斯边上 但是呢没有办法直接入学森路易斯必须考试在这里不需要不需要考试 如果你在这个学区之内就可以入学这个我再强调一次啊大家可能有时候会以为这边也需要考试的这个和蒙特利尔不一样啊这是很大的区别的地方 嗯然后这里我把这个安省的学校排名的一个链接列出来了 如果你对哪个学校感兴趣或者你在住在哪个区域你想了解学校你可以这里查一下基本排名 这个排名每年都呃每隔两年就更新一次啊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呃关于法语进入式呢是咱们比较关心的这个图呢是我自己做的呃我是在地图上把这个呃约克区的一些我们关注的比如说小学哎 在整个约克区一共有法语进入学校有28所啊你看看这有多少所 32所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哎是哪一所分别是什么样子排名是什么样子 那我做的这个链接以我们家现在去的这所小学为例吧他就是哎全整个2019年就是他是排名97这个97是在多少所小学之间排呢是在3000多所学校里面排97名实际成绩是非常不错的啊 所以他只有三到八年级你看这个也是和蒙特利尔不太一样的地方呃这边很多学校呢是有三到八年级的还有一到八年级的还有呢所以他实际相当于小学阶段他有时候也会分开不同的学校他受小学的课程能能教的课程不是完全一样的啊这里呢如果你想具体看的我都把它整理好了比如这个学校的学区是什么样子你直接点这里就可以了直接导到你正式的学区啊这个呢我也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小学叫Franklin Street Public School他的英语学区就是这个区域啊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在这里英语学区是这个区域但是但是往下看他的法语学区会画的非常大他学校在这里但是他法语学区画的很大所以呢我们从蒙特利尔来到多伦多的每一个朋友呃你的孩子呢可能在这个学区呢我们家就住在这里我们家住在这里那我们家住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上法语进入式的我们也可以上不是法语进入式的所以我们选择就会多很多 这样实际对于为什么我们也会坚持选法语进入式呢是因为在这里我们既可以未来我们既可以上到排名40名的全省排名40名的这个呃一个法语进入的中学也可以上到这边全省排名第二的一个英语纯英语的学校所以我们相当于两年的过渡给孩子一个过渡时间到时候如果他想选择英语的我们可以让他上英语的想选法语的我们可以上法语的这样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孩子的选择会多很多嗯所以这里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看一看点开看一看嗯然后这个约克区的中学也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这排名第一的这个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华人很关注的一个叫特鲁多中学就和那个总理是一个名字特鲁多中学在这里我们家差不多就在这这个附近所以呢嗯有些学生但是我们现在能去的是这个三号的啊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的一个中学在他的学区范围之内好了这个看怎么看学区啊法语进入式的包括这个 这个顺序时间按排名来的啊这个排第一是在这个大约克区排第一啊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具体他那个具体他每个学校在在这个什么你比如说这个特鲁多中学全省排名这个是全省排名啊他是第12名在这里都可以查询的啊这个只是帮助大家因为我是从蒙特特过来我比较关心法语进入式我会把法语进入式单独做一个这样的地图包括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奥克的地图啊奥克的地图 也是可以看一看但学校排名也是的确很不错的啊啊这是这是这几个常用的链接啊我就想再次感谢这个低迷组织这个蒙特利尔的教育成长论坛组织我去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啊呃我相信嗯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吧然后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简介啊呃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有什么问题啊我把自己的个人简介讲完之后我会呃我会 进入问答环节那问答环节之前呢呃我太太呃我太太会分享一下他过来搬过来之后的感受我相信很多在听的可能是妈妈呃可能是家长里边可能是妈妈在听也可能是爸爸在听但是我把我能知道的知识先讲给大家那他呢在我的我太太在过再做一些补充也从孩子的角度从妈妈的角度去怎么补充一下好吧哎这是我我现在呢从蒙特特过来之后呢呃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地产经济啊在在多多多这边 嗯我以前是麦吉尔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然后我在蒙特特创业做了两个公司呃一个是UbreakFX大家可能有有的朋友可能用过啊就是做手机维修的然后呢后来我又做了加华招聘在蒙特特现在包括这个公司我搬到多伦多来了我们还在做招聘呃给不同的一些呃本地的公司做一些招聘也有一些华人公司呃像下个周我们就会有VDU创包括还有呃另外两家公司的稿位会发出来呃有兴趣的东西可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们网站看一下我是今年2021年的一月份决定搬家然后我一月份非常果断就买房子了呃当然了房市多伦多的房子一直很贵啊呃和蒙特利尔不太一样的确是差别还挺大的然后我三月份房子过来交接之后呢六月份搬过来的所以我们全家相当于从六月份呃从七月份开始就是在多伦多生活了然后我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在蒙特利尔其实我差不多学习工作创业 一共是十四年啊呃当然在两个两个蒙特利尔和多伦多都有自己做做都做过自己的房产一些投资呃下面这是我的网站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呃如果你对我讲的哪些东西有疑问这里我等会没有回答到的或者是后面你想起来可以扫描右边这个微信啊加我微信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好吧嗯今天我的PPT就讲到这里了啊我现在呢呃 把这个时间交给我太太让她分享一下然后我看一看大家的这个问题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好吧嗯然后我叫我太太说一下她搬过来的时候什么样的感受包括孩子呃教育这块主要是我们今天谈教育嘛所以主要我们谈一下今天的这个教育这块有什么样的感受嗯你说吧嗯好大家好那个首先特别感谢大家来听我们的分享就是我老公已经很客观的 就是很理性的跟大家就是分享了一下就是多恩多的中小学包括和蒙特里尔的一些对比我其实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就是想从呃感性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么一路走过来这个搬家呃然后我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一点慢慢的适应新的环境的一个新路历程因为我们家老二其实今年才五岁半然后他是来了就是上这边的 新路历程对于呃这个年级的孩子其实作为妈妈没有太多的担忧我觉得他会呃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但是对于我女儿我女儿今年是12岁然后是一个即将进入青春期然后心思就是又很细腻又很敏感的一个小女生所以呃我其实搬家嗯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最担心的就是我女儿的适应问题而且更多的其实不是她是否能适应这个新的 新的学校更多的担心她心理上是否能呃就是适应搬家给她带来的这些变化然后呃能就是心理健康的来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所以呃虽然现在呃现在是呃11月底吧嗯就是已经就是她这个学学期已经开学了两两个半月但我还能清清楚楚的记得就9月份刚开学的时候然后每一天她从学校回来 我都是抱着一份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小心翼翼非常想知道她在学校发生了什么想了解她是否就是这天是否开心但是又很小心翼翼的去就是嗯不太敢问她那个呃今天在学校怎么样然后在第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确实我能看到孩子的挣扎因为呃对她来说确实不容易嗯就是搬家这件事情就是相当于她整个生活环境都改变了 以前是在一个纯法语的环境然后身边所有的同学都是从小到大一起来呃一起长大的然后到了这边我清楚的记得我女儿跟我说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是我们学校七年级整个年级里面唯一一个新新来的学生所有的同学他们都是从学前班一年级然后一起就是慢慢长大然后在一个学校里面只有我是唯一一个新来的学生然后所以她其实心心里那个 就是就是那种就是对新环境的那种挣扎其实我特作为妈妈我特别能理解然后直到我觉得可能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我女儿才开始就是逐渐有所改变每天回家之后就变得非常愿意跟我分享她在学校发生了什么而且甚至会跟我说妈妈其实因为我是这个年这个学校这个年级唯一一个新来的学生所以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就是刚开始对 接下来说可能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痛点然后在经过一段适应的时间之后她反而觉得这是能帮助她更好的适应新环境的一个渠道吧就是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她是新来的那个学生然后会主动过来跟她打招呼会愿意跟她交朋友所以她的这个心态也是一点一点的在改变直到上个星期相当于是第一个学期就跟比较 魁北课比较类似就是一个学年也分成几个不同的学期所以就直到上个星期我开了家长会然后跟她学校的英语老师和法语老师都进行了交流之后我才觉得心里那块大石头放下来了包括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女儿我老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我女儿还在跟我说她说妈妈其实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喜欢多伦多的生活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很挣扎 但是我挺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可以让我看到外面的世界就以前在蒙特利尔的时候其实我女儿就是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的那个小女孩然后她身边有很多和她一起从小长大的朋友然后她从来没有想过她的生活就会这么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她刚来多伦多的时候其实她是很害怕交不到新的朋友可是现在在这边生活了几个月 尤其是开学之后她就是逐渐就交到了新的朋友而且她会跟我说她说妈妈我觉得多伦多的小朋友都会很愿意和你交朋友就很愿意跟你沟通跟你分享所以好像交朋友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所以她现在我真的是作为妈妈看着她一点一点融入新的环境特别为她开心而且她今天而且应该说她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过她说妈妈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在蒙特利尔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法语好 因为我身边所有人都说法语可是我来多伦多之后我很感谢一个爸爸给我选择了这个法语进入式的学校然后让我可以感觉到原来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包括不止同学包括老师都会觉得我的我的法语是我们班最好的然后就是让她找到了一个这种自信心吧然后能在她不只是保留法语的同时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大人和孩子来说 你能否快速地融入一个新环境其实跟你的心态很重要跟你是否能就是建立自己的自信心然后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也非常开心我们帮女儿选择了这所法语进入式的项目然后能让她在保留自己法语的同时利用自己的这个法语的优势能用最快的速度融入新的环境包括我女儿现在还在一个就是 就是机构来做一个相当于志愿者因为她我女儿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小女孩她非常希望能帮助就是别的小朋友来学习法语所以这个包括做志愿者来教小朋友法语的这个过程其实对她也是一个就感觉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希望用最大的限度把她的法语的优势来发挥然后帮助她融入这个新的环境 所以这就是我我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吧就是呃非常感性的来分享一下作为妈妈的一个就看着两个孩子呃怎么样融入新环境呃的一些感受嗯行那我这是我太太做了她的一个分享然后我现在赶快回到我们这个问答环节啊呃刚才有人三年问说能不能再发一下五大区的图呃这个图呢在网站上也可以查到啊苏宁看了点 可以直接去看然后安然后有个朋友问安省那边是承认魁省的IB学校吗呃首先IB的项目是全世界认可的如果他有IB项目他学校有IB项目全世界范围都认可无论你是在安省魁省甚至你到别的国家包括美国你只要有这个项目学校都是认可的呃那么大学对于IB的认可呢也是每个大学有自己的标准所以这个我相信是回答了你的问题然后下面一个朋友问请问蒙特利尔去多伦多如果9月30号出生 本身晚一年上学过去之后要按实际年龄跳级吗呃这个情况是我给大家回答一下关于9月30号1212月3030号31号入学的情况如果你在蒙特利尔上几年级你过来之后就正常上几年级不管你的年龄是什么样如果你就是我们的前提是你已经上了比如说你已经上了四年级了你不管你是大一年小一年只要你在那边上四年级你来这边不管你是几月份来的你抽生年月是什么 你都可以正常上四年级但是有特例如果你想跳级你要跟学校申请学校会给你考试是否通过那是否可以跳级考试之后才可以如果你是正常上的话就不存在这一说所以说呃9月30号12月31号主要是针对于呃新入学的学生比如说呃学前班或者小学新入学的呃关注多一些如果你是过渡过来的话那么就不要太关注这一点就按你现在的学校继续上好吧呃PPT如何 获得啊在我网站在我网站上有啊这个在我网站也有你打开之后上呃等会我比如说打开我网站我告诉你怎么找找这个PPT啊打开之后就往下滑滑到这个苏宁blog第一个因为这是我们最新跟那个蒙特利尔呃教育论坛做的吗所以就在这里直接点击就可以下载了好吧然后链接地址再发一下啊就就就就这里就是你点开苏宁看的点子就可以了好吧然后不用考试所以多伦多的学区方更贵 安省小学有排名吗安省的小学和中学都有排名但这个排名不是所有的学校啊当然这个排名也不是百分百准确刚才我有一个PP东西其实有给大家展示在这里 这里这是安省的学校排名就是他的学校排名我们点开看一眼啊点开看一眼大家就是什么概念了这个学校排名呢他分为小学和中学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markview就是我们家门口这些学校啊 markview你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学校在这里它是739所中学里面排第二啊第一名不在多伦多啊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排名就可以查这是中学当然了你他打分是这个样子的网站链接在这里如果你想查小学的话这里就是小学你查查我们的小学叫franklinpuffix group 那这是在3037所排名啊写错了 吓我一跳我还说我们成绩怎么那么差呢这个franklin呢就在3000所里面排名97这是我们家现在呃孩子上的小学所以说安省小学是有排名的嗯 多伦多学区大概什么价位啊关于房子的问题呢我觉得今天我们不想讨论太多啊但是呃有一点非常明确的就是说无论你是租房还是买房呃你的地址就可以申请你所在对应的学校 那么这边的学校不用考试呃公立学校不用考试只是按区划分嗯所以这个关于具体的价位这一块呢到时候你叫我微信个人单聊吧因为今天我们讲教育好吧 我们两家小孩啊对我们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学校我们嗯我们女儿上的是呃frank就是franklin这所小学呢他是三年级到八年级我儿子现在是学前班他们学校他我女儿学校没有一二一二年级 嗯有一二年级呃有一二年级 话的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如果我女儿不选择上法语学校 她选择上英语学校的话 她就会跟我儿子在一个学区 但是原因是我们给她选了法语的 那个进入式的项目 所以她就可以上离我家更远 这个排名更好的这个小学 这就为什么他们俩不在一个学区 是的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会不会热门学校招满了 然后买了学区房 也只能去其他学校 公立学校基本不存在这个情况 那有时候会有人这么传说 但是我们现在接触的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般来说 都是会提前和学校确认 你再去租房或者买房 因为我给我的客户做的时候 会先给学校和教委 得到一个书面的确认 你在这里租房可以上这个学校 你在这里买房可以上 那么你再去考虑这个学习入学的问题 好 下一个问题是PPT 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前面 我已经回答过了 然后在这个学校大学 大学生欺负小学生的情况 这个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故事给大家讲 我女儿过来之后跟我讲 在蒙特利尔很多孩子是 一个小群体一个小群体的 比如说法育好的或者魁瓜是一个群体 当然我女儿是和魁瓜一个群体的 他们好像是还是会分一些区别的 就有大孩子会一起 小孩子会一起 但是我女儿说 他个人的感受是魁省的孩子比较 rude 然后多伦多的小孩比较nice 所以这个我相信每个学校都有大学生欺负小学生的现象 但是在这边的确我们感觉不到 非常不明显 没有感觉到 好吧 我们为什么选择安家万锦 万锦其实我们做了各种衡量 有人说这边华人太多密度太大 其实我们自己住的这个地方可能50%都不到 当然了不能和蒙特利尔比 但是万锦的确有些区的话会华人比例到百分之七十 六七十甚至更多 但是我们家这个区就还好 没有那么大的密度 万锦主要是我们现在所在的 我们家所在的位置可以选择上全省排名第二的中学 高中还可以选择上全省 就是法语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中学 而且就是隔一条街 还有如果我们是搞艺术的话 孩子还可以上一个艺术学校 也是全省排名12名 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在同一个区可以享受不同的这种选择 包括我们家可以同时上小学和中学的法语尽数学校 所以我们选择万锦 当然了很多原因了 这个有兴趣可以加我私信 加我微信到时候再私聊吧 好吧 然后再继续下一个 我看看还有什么 我女儿学生华人孩子多吗 这个问题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确定 那么最近我又和我女儿交流一下 因为她刚去的时候 她也不知道这些小孩是不是中国人 她说他们班是267个孩子 有6-7个华人 是这样一个比例 当然这个比例在万锦来说已经是很低的了 因为有的学校我不知道可能一个班里边就大部分都是华人 但是我女儿在这个学校并不是本地华人关注的 而是本地白人比较关注的学校 基本上比例就是这样子 四分之一吧 四对差不多 20%差不多 20%是华人 华人或者是华裔吧 然后片内公立学校一定会有位置吗 没有的话会被分到其他学校吗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问过我无数次的 但是我们现在经历的都是这样 我们问过无数也是问过好几所学校 没有听说过片内不接受的 但的确是有人说他听说过 但是都是听说 如果谁真的经历的话 请告诉我 我身边来的朋友们 包括去最好的 就比如说最好的发育进入室的 也都进去了 也没有任何问题 身边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 因为我我现在主要客户都是蒙特利尔过来的 所以大家的情况都很类似 所以这个没有位置被划到别的学校 比较少见 这个在蒙特利尔可能大家经历过 但是在多伦多我没有经历过 身边也没有人经历过 都是听别人说 都是听蒙特利尔过来的人说的 所以这个我不能百分百的确定 蒙特利尔选择多伦多 为什么会选择多伦多 这个我觉得和教育是一方面 但最重要的还是孩子的未来的成长 我们觉得包括孩子成长 包括我们自己的事业的发展 多伦多可能机会更多一些 这个学校怎么样 你可以上我刚才说过排名里面去查一下 好吧 刚才链接我已经给到大家了 然后下一个问题 请问哪些族裔 大概比例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其实时间有点超了 我们想控制一下时间 我们在最后回答三个问题 好吧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加我微信以后再私聊 因为我们不想把这个时间拉得太长 好吧 已经一个小时了 再回答三个问题 请问所在的区域有哪些族裔 大概比例 这个我们区域 这边的族裔就比较 这边相对来说 黑人比例比较少一些 就是那些非洲裔的少一些 因为非洲裔很多都去了魁省 因为魁省那边讲法语嘛 所以非洲裔的会少一些 其他的族裔就 什么族裔都有了 当然了 有些区呢 会有印度族裔会多一些 这个我是要跟大家明确的 当然了 这个看你怎么想 有些区华人多 有些区印度族裔多 但是多伦多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融合的地方 什么族裔都有 但是非洲族裔非常少 蒙特利尔去的孩子私利很难考吗 这个因人而异 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私利很难考吗 的确有人考不上 有人可能容易一些吧 魁省读完十一年级 可以转过去直接读十二年级吗 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身边也没有这样的问题 十一年级读完了之后 可以直接读十二年级 可以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你要考虑孩子生大学的时候 主要是靠最后两年的成绩 那么他来了之后 直接读十二年级 他会不会申请大学没有很大的优势呢 这个是我们要考量的问题 好吧 最后我再回答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统计表格 我看有什么没有回答的问题 再跟大家说一下 法语进入是私校项目 小学哪个学区好 哪个学区好 这个我就已经刚才说过了 花人关注那几个学区 公立中学 于是擅长数学计算机 具体有一些问题 特别具体的 我觉得还是加我微信聊吧 我们就不在这里 跟大家一块去讨论 浪费大家的时间 好吧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读完中学 再到多伦多 还是中学之前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三个最好的时间点 第一是你在上学前班的时候来 这是第一个好的时间点 包括你上学 就是学前班到小学一年级之前来 是最好时间点之一 第二是你在蒙特利尔读完五年级 或者六年级来 因为你来这边还可以很好的过渡 然后再上中学 第三个时间点就是你在中学 刚刚上中学的时候 前两年九年级十年级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三个时间点是我个人分析来是最好的 当然了具体你说时间点是一定要正好赶到六月份结束 还是其中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而且我认为越早越好的原因是 你早过来了 他可以早些适应 你可能觉得 当然我不建议就剩一个月两个月去搬家 那如果你是刚开始一两个月没所谓 或者是在中间也没所谓 不要剩一两个月就临时搬 那样不太好 但实际来说学校的申请和入学都没有受影响 我都有的客户想去Ockville 想去万锦来上学的话 他们就是在十月份就有来入学的 没有问题 真的是没有问题 好吧 读完私立人可以选择优质私校 关于私校的问题 我今天不做太多的回答 因为私校首先不是我们大众比较关注的 其次私校的话 其实要除了费用上面是一个考量之外 最重要是你能不能考上 如果你想去某一个私校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下这个私校的入学标准考试什么样子 好吧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问卷调查 基本上 这个人这个朋友问的是Ockville相关的一些学区 可以查我那个法语进入室里面都非常清楚的 都提到了每个学校都讲得很清楚 好吧 好 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问答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一共是来了最多的时候 那你这么考虑的学校 我认为师参加者学校